原标题 他们不再需要像往常一样,为随时可能出现在自己头上的德国轰炸基尔提心吊胆,在英国的许多城市如伦敦,市民的生活暂时告别了对战争的恐惧,相反,对胜利的信心在人群中溢于言表,然而,德国人并没有让伦敦市民高枕无忧地等来战争的胜利, 就在不列颠登战结束三年后,他们的复仇武器使得伦敦市民再次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中,而这一次,他们给英国人送去的不再是成群的战斗机,而是一枚又一枚从未见过的火箭,1944年9月8日,复仇武器第一次发威,它拖着长长的火围,伴随着凄厉的尖叫,砸向了伦敦地面, 那一天,军队的警报甚至来不及发出,市民更美,有时间进入防空掩体,不列颠上空的应带来的阴影,又再一次笼罩着这座城市之上,只不过,这一次的阴影远远比空战时要大得多, 而这些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,就是纳粹最新研发出的中级武器V2火箭导弹,对于V系列导弹使用的设想,可以追溯到1932年,当时的纳粹政府急于重整德国的军事力量, 却又被凡尔赛合约捆住手脚,为此,他们便萌生了制造一种可以用于直接攻击敌人的火箭的想法,但限于技术水平, 这个想法一直为踏入军队的大门,取而代之的,则受我们后来熟知的原子弹和武器的研化, 世界第一颗原子弹小玩意爆炸瞬间直不过,由于核武器的杀伤威力远比其他武器让人恐惧, 当时德国的科学家们也深谙刺刀,因此一拖再拖,这些生名代义的科学家也为此达成了一致, 不管出现什么情况,都不能让希特勒打开潘多拉摩河, 又也许是德国战车在二战出七标的太快太顺利, 德军高层也没怎么去在意这个事情,转眼,时间就来到了1942年, 这一年,德军已经在东县和北极熊厮杀的难舍难分, 在地球的另一端,美国也已经因为珍珠港一事愤而参战, 面对日本珠队友坑的一手好叶,希特勒也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了, 于是他突然将眼光放回到好,几年前就开始研发的核武器, 勒领科研团队马上把原子弹是嫩出来,希特勒马上把火箭给我倒出来, 就在这个紧张的时刻,负责核武器研发的德国科学家海森堡看准时机, 欺骗希特勒说核武器目前还搞不出来,请令求高明, 希特勒也因此正中了下怀,马上把目光转向了其他黑格际武器, 恰逢在此时,V-2导弹研发成功,于是德国马上将它投入生产, 用以取代核武器以应对战场需求, V-2导弹就由此步入了历史的大门, 威使得文博Geltensberg-Fewaaf一词的缩写,意思是复仇武器切实, 尽管V-2导弹的最初设想是出现于1932年, 但其工程却最早起源于佩雷明德火箭研究中心的A系列火箭研究, 佩雷明德是位于德国东北部的一个小渔村, 当德国在这里兴建试验基地时,已经是1936年, 此时液态火箭推进器已经研发成功了, 德国之所以选择在这里继续研发V系列导弹, 是因为这里足以提供更加大型而隐蔽的试验场所, 不过,由于液态火箭推进器,在当时才刚刚出品, 德国尚且不能让它具有理想的射程, 因而德国军方并没有马上将它投入大批量生产, 在1937年到1941年前, 这里的研究一直在秘密进行, A系列火箭的射程也几经增长, 最终,在1942年, A系列火箭终于达到了军方的要求, 德军高层也随即让其投入大批生产, 但即便如此, 德国也并没有马上将其投入作战, 直到两年后, 也即使盟军诺曼底登陆后三个月, V-2导弹才最终确定名字, 并第一次发出了咆哮, 1944年9月8日这一天, 德军把V-2导弹运送到法国英吉利海峡边上, 在那里, 技术人员为导弹注满乙醇和液太阳, 两者混合而成的燃料, 被引入燃烧室燃烧产生动力, 液台燃料被点到后, 灰烧器就会把导弹送到48千米的高空, 燃料烧完后, 导弹依靠幻性上升到97千米, 然后掉头向目标下落, 当其下落时, 速度高达每秒3500多千米, 这个速度在当时还没有任何一款盟军的战斗机可以拦截, 于是, 带着一整吨高能炸药的弹头, 就这样被送到300千米以外, 毫无阻拦地砸向了他的目标,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, 德军用这款导弹相继袭击了伦敦, 诺里奇和布鲁塞尔, 当盟军夺取安克卫普后, 这个比利时港口, 也很快被V-2导弹袭击, 虽然在袭击时, 由于制导技术不成熟, 弹头往往难以命中设想的目标, 甚至达到好几公里外也并不出奇, 但即便如此, V-2导弹还是给盟军带来了很大的压力, 而这种压力更多来自后方, 由于同盟国一时无法找到拦截这种飞弹的有效方式, V-2导弹恐惧荒, 一时弥漫在同盟国城市的上空, 市民们整日担忧, 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下一个V-2导弹的目标, 有统计表明, 从1944年6月到1945年3月间, 纳粹发射了15000多枚V-1飞弹和3000多枚枚V-2导弹, 紧邻国就有3万余人丧生, 为此, 同盟国士兵几乎是马不停蹄的, 向着导弹发射的推进, 以期让他们的家乡和亲人紧快灭造导弹袭袭击, 终于, 在1945年3月底, 盟军攻破了V-1系列导弹的研发基地佩内明德, 生产和发射V-2的装置, 被迫拆除转移, V-2的威胁才最终被瓦解, 不久之后, 纳粹德国也迎来了它的末日, V-1系列导弹, 是人类首次投入实战用的弹道导弹, 其中V-2是技术较为成熟的一种, 它的应用也为人类战争开启了新的方式, 德国投降后, 为了争夺这些导弹的样本和科研资料, 美军还专门发起行动, 抢在苏联之前夺走了大量V-2导弹, 并劝服了德国火箭专家冯布劳恩为美国服务, 不甘示弱的苏联也设法得到了火箭技术, 在随后的冷战岁月里, 导弹一直成为世界悬而未决的隐患, 不过在另一方面, 火箭技术的发展, 也为航空航天技术做出了巨大贡献, 美国人还曾用缴获的V-2火箭, 进行了高空气候检测试验, 后来人类对太空的一系列探索, 载人航天和卫星等, 都建立在德国的火箭技术基础之上, 科学技术的发展, 本应用来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谋处指, 亦或者被用来探索未知的世界和存疑的真理, 使因一念之差, 变成为了置人于死地, 现成失于火海的恐怖武器, 为了制造这种导弹, 大量的战俘被迫强制劳动, 其中的不少人, 就因此没能活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, 各种暴行累累, 全然失去科学的本心, 今日回首往事, 可堪唏嘘, 发人深省, 只愿战争不再, 让科技能自此为人类造福, 而不是被用来当作杀戮的终极武器, 返回搜狐,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